今天的测评对象Ulysses是一款我非常偏爱的专业写作软件 如果你有任何写字的需求,本期视频建议你能看完 借着这次制作Notion课程的契机,在写了40篇文章近15万字后 我才敢说对写作这件事有了一点微薄的见解 因此本期视频可以说是我最为艰巨的测评项目 如有帮助,欢迎三连给我动力 前半段我会着重分析Ulysses的功能用法、优点特点以及缺点槽点 分享我如何用卡片写作法来缓解为难情绪,并解决思路卡跟问题 视频后半段我想与你聊聊我对创作这件事的理解 谈谈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才能在笔记和写作中获得成长 甚至找到改变人生的路径,看到最后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大家好,这里是2E的笔记,一个专业测评笔笔记软件与效率工具的频道 如果你对Notion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课程 这能支持我独立测评更多优秀产品 扫码或访问评论区链接即可购买,感谢你的支持 视频开始前先做个弹幕小调查 你正在用的笔记软件或写作软件是什么呢? 本期对象Ulysses的操作界面是最常规的左中右三栏结构 在最多19集的竖状文件夹中,可以对文章打标签 并创建可知能过滤的文档组 如此就能构造简易但灵活的目录结构 如按年份分组的博客文章,按章节分组的书籍著作 或者用过滤组在整个文档库内筛选带有特定关键词的文章 所以他首先建立的期望是 不论数量如何庞大,类别如何庞杂的稿件 都能在文档库内得到妥善的组织与保管 点击左上角新建文稿 从这第一页稿纸开始 我们便燃起了一个所谓著作等身的愿望 作为写作利器,他自然支持Markdown语法 包括编程代码与LaTeX公式也都囊括在内 所以技术与学术文档的写作需求也能承接 在复杂创作场景中 他的文稿支持多种打开模式 包括标签栏模式 双编辑器模式 以及更多的独立窗口模式 非常适合我这样的多评用户 复评放大纲草稿 主评则专注于写作 在iCloud的支持下 它能提供稳定及时的多端同步体验 当然你也可以让客户端完全本地离线 自带的锁评密码是隐私防护的双重保证 如此Ulysses便满足了我对写字工具的三个最基本要求 界面简洁优雅 文档结构清晰 书写体验流畅 但文字编辑器不剩每一句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还有很多 并且随着使用的加深 我所发现的问题与槽点也在增加 这点后面会再细聊 所以Ulysses在写作这件事上究竟有哪些独到的理解 我总结了以下七个特点 最后一个尤其重要 先聊点肤浅的 好看的字体是真能有效提升书写的愉悦感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喜欢开语元免费的 侠无文凯呢 也欢迎弹幕说说你最爱的字体是什么 而Ulysses除了能修改字体以及段落间距等参数 官方市场还有几十款主题可选 其中我最偏爱的是Blush 在明妙模式或黑暗模式下 它的配色与对比度都非常舒适 虽然Typro或Mweb也有不少主题 但颜值细节很难与之抗衡 Bear 2.0变得更好看了 但我不太习惯用标签来管理长篇文档 所以至少在表面功夫这件事上 我认为Ulysses非常成功 随后当你开始认真动笔 字数统计就成了一个刚需 而Ulysses会在页面右上角显示统计结果 点击还能看到更细致的统计类别 此外它还自带目标管理功能 右键文档即可设置统计目标 圆环变为绿色目标即达成 变为红色则字数有所超过 它就像Apple Watch的健身圆环一样 非常直观且能激发动力 除了单篇文档 我们还可以为整个文档组设置目标 例如本期视频我就设定了5000字的上限 那么这个圆环就能统计旗下 所有子文档的字数之和 与字数统计相关的 还有它的项目专案功能 点击进入即可看到 这个项目拥有与主编辑器完全独立的侧边栏 以及独立的统计圆环 这可以让我更加专注于具体项目文档的创作 且能及时追踪每个项目的完成进度 字数统计可以说是我创作脚本时的核心功能之一 因为我必须通过字数来估算录音时间 然后才能通过时间来把控每个环节的剪辑节奏 除此之外 我还需要为脚本配上相应的画面 所以接下来Ulysses的注释 批注以及文告自带的笔记功能 都能帮我很好的实现这个需求 在具体的创作开始前 我会先在右侧边栏的笔记栏位上写好创作目标 或者是需要把握的中心思想 当然也可以是临时记录的草稿片段等 我也可以选中任意文本 然后为其添加批注 批注内容可以是我为视频准备好的配图 与动效相关的想法 或者是提前脑补的BGM等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某段脚本写的不满意删掉觉得可惜 但是放着又会打乱字数统计 那么我可以右键将其标记为素材文稿 这样一来 不论是文档组中的素材文稿 或者是文稿中的批注注释块 甚至是被标记为删除状态的文本 它们都不会被纳入字数统计的范围 当然也不会被包含在导出的文稿之中 然而不论是统计字数还是缓存想法 前提都是我要先能有东西写得出来 所以在面对Notion付费课程如此兼具庞大的项目 我选择采用卡片式写作来消解我的为难情绪 帮助我更好的编排文章结构 以及解决思路卡壳问题 在整个课程创作过程中 我首先用Notion数据库来规划课程目录 以及每篇文章预定的上线时间 然后再用Ulysses来完成具体的写作任务 现在进入到实际的创作过程中 我会为每篇文章创建一个独立的文档组 这个文档组内会包含若干张卡片 第一张便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或者创作目标 接下来我还会新建更多的卡片 在Notion十年发展史中 这些卡片是细碎但曲折的事件 在Formula系统解析中 这些卡片是每个函数的具体用法 每张卡片都只为完成一个微小且独立的写作任务 并且写的时候我不会提前考虑它们在文中的位置 只管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所以创作难度大大降低 奇妙的是随着卡片数量增多 文章的结构就将自然浮现 首先Ulysses的卡片支持手动排序 所以我可以快速调整内容结构 接着批量选中卡片原本互相独立的文稿 就能获得合并预览的效果 让我可以连续阅读而不用来回跳转 方便我快速判断卡片之间的组合是否恰当 确定编排的顺序大致成型后 我会右键选择结合文稿 然后将零散的卡片编排成若干小组 下一步是为每个小组的卡片 添加乘上旗下的过渡词句 增强阅读性 使其具备连贯的行文逻辑 然后右键选择合并文稿 这些小卡片组就会被合并成数量更少的大卡片 最后再调整顺序并合成这些大卡片 一篇文章就完成了 与组合卡片相反的还有一类需求 当我发现某个主题庞大到一张卡片装不下 我就可以右键在这里分段 这个主题就会被一分为二 然后再逐一解决每张卡片的细分任务即可 也有可能发现两张卡片完全可以独立成文 那么我会选择拆开文档 将其当作两篇独立的文章来写 每天我会在效率最高的时候 在电脑前书写最重要的卡片 然后再碎片化时间 然后再碎片化时间 用手机或平板在任意地方用卡片来记录灵感 或补充零碎的想法 卡片写作法不仅能让我更高效地分解兼具的写作任务 而且还有个巨大的好处就是 互相独立的卡片能够抑制我频繁回顾前文 并尝试做出修改的冲动 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坏习惯 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一样 为了追求完美 于是总在不停地修改 因此浪费了大量的时间 渐渐地当我写的文稿越来越多 关于安全备份的问题就越发重要 作为一款完全本地的写作应用 Ulysses的文档库可以分别存储于iCloud 本地离线的客户端 以及可以被第三方读写或同步的本地文件夹 在我选择了iCloud之后 除了云端数据 每个苹果设备都将各自同步一套备份 另外基于前面提到的存储机制 Ulysses会自动保留12小时内的每个小时备份 过去7天的每天备份 以及过去6个月的每周备份 当然我还可以随时点击立即备份按钮 这样的频率我认为完全足够了 点击这里就可以浏览所有的备份节点 可以手动锁定任意节点 以避免被备份机制所覆盖 看这里 一年多前我就锁定了第一个备份 可见为了这期视频 我真的准备了太久 打开备份 其实就是打开另一个独立的编辑器 所有的文稿包括目录结构都能原封不动的还原 右键选择 恢复至待定 这篇文章就能立刻被还原非常便捷 除了备份和浏览整个文档库 我们还可以在任意的单篇文稿内使用 Command加S来保存当前的版本 然后在左上角的文件菜单栏中 点击浏览所有历史版本按钮 就可以在这样的时间轴中 回顾当前文章的所有历史版本 如果你用过Mac自带的时间机器备份 应该会知道这个功能有多好用 但既然它的定位是专业写作 那么只做好备份可不够 笔记软件的阅读对象一般只有自己 所以大多都不注重导出 但写作的文章还必须交付他人阅读 评论甚至是审阅 所以评价一款写作软件是否专业 某种程度可以看他花了多少心思 在导出这件事上 这里就不提那些为了留住用户 而阉割导出功能的产品了 Ulysses能够导出的基本格式有五种 除了常规的PDF和Word之外 还有制作电子书的EPOB格式 以及HTML网页和纯文本 不仅如此 每一种基础格式都可以继续向下扩展 例如纯文本下 还有Markdown与Text Bundle等格式 你也可以进一步设定Word、PDF或者HTML的导出主题 以及导出的纸张大小 如果默认的渲染主题不满意 官方市场还有上百款可供选择 比较离谱的是 你甚至可以直接在文稿里写简单的HTML代码 这样导出的网页文件是能被渲染的 除了导出文档 Ulysses还支持将文章一键发布到WordPress或者Ghost等博客站点 终于不用再费劲地复制和粘贴了 如果你有博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链接 大家一起写作一起交流 聊完上述七个优点 不知道你印象最深刻的功能是哪一个呢? 欢迎弹幕投出你的一票 但接下来我决定为跃跃欲试的用户泼一泼冷水 以下槽点皆是我亲身体会 视频时长所限就做成了PPT 请随意暂停查阅参考 看到这里你应该会发现 天哪这个世界的确不存在一款完美的工具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实在太过复杂且多样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还将持续为你测评更多更具个性化的写作与笔记产品 总有一款会适合你 到这里关于Ulysses的功能测评就结束了 但我还有一些关于创作的心得与体会想与你分享 听完之后或许你能更了解我做这些测评的初衷 有人会问如果工作与文字创作无关 笔记与写作还有必要吗 我认为任何领域的成功者都将身兼作家并热衷笔记 五星大厨会写食谱 喜剧演员擅长研究笑话 运动员能教你如何锻炼 以前他们会写文章 现在还可能拍成视频 但创作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并且文字始终是记录的最佳载体 所以促使他们写作和分享的动机是什么呢 从名利来说互联网使你的作品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定格 持续不断地吸引与你秩序相投的人 你的内容就是你的名片和机遇 你分享你的心得来帮助他人 你终将从这些注释中收获反馈 就像我现在成为了UP主 并以付费课程来谋生 所以有人会想听我聊聊成为UP主的心路历程吗 我只能说作品写完之后 请一定找个地方将你的作品发出去 让别人看到是最重要的一环 不要觉得还不够好 完美主义是创作的最大敌人 从个人成长来说 写作是对自己思考以及观察能力的持续性锻炼 它将鼓励你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更频繁地验证自己的能力是否有所成长 更深刻地去反思自己的经历与经验是否有价值 虽然大数据与各种推荐算法 异化了很多作者的创作取向与价值判断 但现在终究是创作者的绝佳时代 因为点赞数 浏览量 以及评论数等维度 能让你的作品最快地获得验证 也有可能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不是写作工具的选择 而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写什么 但又的确想锻炼自己的比例 这样的话 我会推荐你使用像写点啥这样的产品 另外在我的Notion课程中 我也提到过一种基于Notion数据库AI 所搭建的写作主题训练库 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订阅 如果你要开始写作 我的建议是哪怕三分钟热度也好 一旦你想写点什么 就不要迟疑大胆去写 写那些十年之后依然会想读的文字 表达那些热情过后依然会觉得真挚的情感 如果说我们记笔记 是为了让未来的自己 能够取用这碎片一般的知识宝藏 那么写作就像拍照一样 是将当前的思想观察与体会 或者是将当前的心情凝结成纹 然后让未来的自己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瞬间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Ulysses测评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欢迎三连给我动力 如果你对Notion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付费课程 这将能支持我独立测评更多优秀产品 扫码或访问评论区链接即可购买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测评需求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